朋友们 我今天想把地瓜挖了 但是好像地瓜没了 不知道是被偷完了还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说8月15 就是说可以去偷菜 所以我来了之后 没了 好像就有一颗 只有一颗了 其他却被没了 还有海拔 海拔这些 这些 你看 边上的这些毛豆 都搞得乱七八糟的 所以 不知道怎么说了 就偷了真的是 也不知道谁偷了 毛豆也被压了一塌糊糊了 就靠近地瓜那里被压了 谁滴的这个是滴的滴了很久了 不知道了 好了不说了我先把地瓜一下 这还是摄影棵 解漏了 现在是解漏 偷的人他们也用厨棵 所以 可能里面还有个别的 这里还有一个 还好这些叶子都坏了 不然叶子没了 我把它全弄了 不弄到时又被偷了 来中 毛豆搞得乱七八糟的 就偷了 这个偷的人呢肯定也是知道 做得有种有地瓜的 又不知道他怎么会偷呢 对不对 那我就 既然偷了我就把地瓜挖了 挖了之后我和我种菜 开始种别的 可能这块种点地瓜 哦不赞 种点萝卜吧 再搞点空西菜 回家喂鸡 今天呢我是来地里把地种一下 种下去 打算种点红薯 不是红薯 还是红薯 打算种点萝卜 对 之前说种还没种 所以今天又要种起来 咱去地里去 现在这些铁铁 炒得特别多 这个已经挖过了的 但是咱们重新再弄一下 再把它打散一点 刚才一锄头下去可惜了 这里面还剩有一个地瓜 先剥一下可以吃 不能浪费 一刀下去 就是只剩一些是非之一了 到这个时候 地瓜贴得很 水费又多 挖特一点 因为我种的是 萝卜 所以挖特一点 松一点 到时候萝卜才长得大 其实我一直以为这个年代 已经是文明时代了 不会再有人拖 拖东西 拖红薯 拖地瓜之类 没想到还有 这种 土呢 虽然挖地瓜的时候 一松过了 但是再松一次 我感觉不太松 关系到咱们的 这个叫啥 长得好不好 萝卜 我走到那天 晚上的住外工具 他们就是用这个来挖地瓜的 看到没 这里 这个还在这里 地瓜拿走了 这个人在这里 还有地瓜 还有那个 豆 毛豆也挖走了 也拔走了 别让我挖一下 现在这个 可以了 我们要把肥料撒下去 撒去 撒好再把土埋起来 把土埋起来 埋一下这个不埋的话 它在外面的话没用的 要埋到里面去 稍微把这个搞平一点 现在 撒苗 撒种子 不是撒苗 怎么撒的话 尽量撒均匀一点 撒不均匀的时候 有些有有些没有 有些都密得很 就不好了 这一块就够吃了 准备 你怎么办 还在一起 撒不过 撒不就 撒不过 你可能会撒不过 不过 去 你 停 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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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草铺上 它才不会那么晒,长得好 不然太阳太大了 把它晒干了 得到长出来了 我们再把这个芭蕉吸开就行了 这块鸡就好了 这个萝卜种下去了 这个草太锋利了 把我的手都刮出去了 割一下再挖 我也不好挖 这个藤藤肥味鸡 这个鸡刺服 不是很喜欢吃这个 它才学吃空袭菜的一点 挖蜂鼠又会挖一点 不会挖到时候 全是赖的 不会挖 挖掉种别的了 我一开它又开花了 我又舍不得 所以又可以吃一餐 又可以吃一个季度 又不是 它又可以吃一村了 哎 这个太滑的来了 种这个茄子 一季又一季 我总共是三季四季了 开始还以为 只能吃那么久 但是现在发现 最滑的来还是这个茄子 我又把这叶子 黄叶摘掉 再加点肥 可以 就是又是可以吃了 而且挺好吃的 我还是要吃到 你吃得太多了 我不能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